林志玲情緒失控爆哭 盼認知障礙母親記得自己 二年48歲的台灣第一名毛林志玲 2019年與日本藍團XL成員 Akila 克澤 梁平結婚 婚後生下一子 近年雖然有繼續工作 但已經將重心放在卡定上 近日林志玲接受台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的專訪 提及最想回到那一天 突然雷濱 原來其患有認知障礙症的母親 吳慈美 四年前見到林志玲出嫁後 病情急速惡化 現時已認不到家人們 林志玲最近上蔡康永主持的內地節目 眾星大談愛情 婚姻和家庭 問到她最想回到那一天時 林志玲頓時愛著 反問 你怎麼問這個問題 並用雙手遮蔽說 我實在是不想哭 隨即淚如全勇 待她稍微緩和時才說 我曾經想過 我會用很多的日子 去換來一天我媽媽還記得我 她還健康的 只要有一天 我可以好好地陪伴她 她透露原來當年算在台南 辦婚禮 是考慮到2014年 確認幻想認知障礙症的媽媽 若果處於陌生的環境會焦躁不安 不夠15分鐘就會離開 行到在熟悉的地方舉行婚禮 當日她才能夠全程參與 林志玲硬煙地說 感覺撐到把我家釣 其母之後病情便迅速地惡化 她說 是直接到 認不出我門了 不認得我 一響EQ高的林志玲 亦坦然 唯獨媽媽生病這件事 令她至今難以釋懷 她說 有時候坐在她旁邊 我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滴下幾滴淚 覺得這麽近 可視怎麽距離 這麽遙遠 因此 林志玲最想回到媽媽健康時 希望有能力改變現時的狀況 另外 她在節目中有自爆是主動向老公求婚 楊塞康永驚訝地說 你真得很勇敢 林志玲解釋 8年後再走在一起 一定是什麽樣的緣分 露天可能真的希望我們在一起 林志玲認為 女性應該鼓起勇氣去追求想要的幸福 她說 我要的是價級愛情 我不會說你今天很成功了 你的事業上是怎麽樣子的 獲得了世界的肯定 又多了怎麽樣的一個財富 都不是我想追求的 因此才會主動對老公說 想想要不要結婚 如果真的想要在一起 那我們要以結婚為前提 萬眾童心公益金 龍亭罕有性感登場 大蘇簽邀曬長腿 TVB節目 萬眾童心公益金 6月3日晚進行直播 多為中年好聲音的參賽者都有演出 就夾背和聲夢傳奇冠軍 賢明熙合唱幸運是我 龍亭則與前輩麥傑文合唱上海灘 龍亭罕有性感出場 盧簽邀曬長腿 非常養眼 6月3日晚萬眾童心公益金開場時 龍亭與李雞合唱 刀神主題曲《春雨彎刀》 之後再與麥傑文合唱 與麥傑文唱跳 勁舞Dancing Queen後 龍亭出場唱《忘記他》 身穿高插鐵心連心群的他 才在台上戴上美腿外 原來連腰部也是中空的剪裁 難得大騷籤腰 唱完《忘記他》的ending pose 更大方將籤腰 剪露在鏡頭前 之後龍亭再與麥傑文合唱 《上海灘》 身為中年好聲音大熱的參賽者 龍亭面對圈中前輩表現逆絕不失色 三太陳婉珍 就會與二房千金唱談 四太梁安琪 以行動粉碎不和消息 以故島王何鴻生室下子女 兒孫成群 過去何時家族不是傳出不和的消息 今年4月 三房千金何超年 與內地男星斗囂舉行婚禮 由於四太梁安琪及其子女傳訴缺席 全職被指兩房鬧不和 演議一前 三太陳婉珍 以創辦人身份出席香港粵曲 藝術團開幕酒會 除了三名子女 何超雲 何超年 何游啟現身餐場外 以防長女何超瓊和二女 何超鳳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 霍啟剛等 均有渡河 四太梁安琪亦以行動粉碎不和的傳聞 何超年6月3日晚 在社交網貼出活動的影片 他寫道 參加媽媽主持的活動 香港粵劇 藝術團成立啦 恭喜恭喜 所言事務繁忙的四太梁安琪未能親身渡河 但仍然非常有心送上花攬祝賀 而人道禮道的何超瓊 值間與三太陳婉珍 何超年等均有不少的交流 唱譚甚歡 何超鳳亦有和眾人戴合照 非常融洽 當日 何超年穿上白色緊身小背心家長裙 並化上淡妝 打扮優雅有氣質 但也不及媽媽一身名貴珠寶的壽色搶硬 三太陳婉珍 左手帶著碧綠的翡翠玉竹 又受配戴橢圓巨型的閃爆專家 非常奪目 不少網民留言大讚 媽媽好貴氣 媽媽環保養什麼好 皮膚真好啊 厲害了 媽媽真的好年輕啊 媽媽真的好味 面相好好 許智安懶你黃森榮再出新歌 風嘴鼻痰稱要向前看 許智安在萬眾同心公益甘 唱著新歌不枉 表現相當穩定 身體狀態 也fick了不少 談到太太鄭修文Semi 早前確診新冠肺炎 問到是否需要照顧她 許智安小說 當時還在美國 他沒有告訴我 到後來知道我完成演出才趕出來 之後我便飛回來 沒有刻意隔離彼此 每天都檢查 但沒傳染 是互相照顧 問到可有煮飯給太太吃 他笑而不太會煮食 笑問網民讚 鄭修文康復後 肥了更健康了 許智安甜笑指 他都喜歡太太肥一點 但他個性就是喜歡操練 鄭修文在下月舉行演唱會 許智安稱 居然從新加坡演出回港 會fully support老婆 負責為愛貓做產事官和做家務 但暫時沒有計劃上台 說到愛心事件的黃心穎 在有動作無預警出新歌 許智安說 我看到新聞 沒有回應 大家向前看 許智安透露自拍來 將會到新加坡演唱 因此繼續跑步 蕭然在球場跑步時 撞到行家 大家互相行圈 並一起跑幾圈 完成新加坡演出後 他透露目前正傾談在澳門的演出 問可會在香港開場 他表示唱片公司是有這個計劃 但還未入址 最快要等到明年 自己都覺得很期待 還表示即使不在紅館舉行 想在較小的場地 再明年會歌迷 許智安笑言有留意到網上有歌迷 跪求香港的演唱會 他知道後覺得很開心 安仔指自己的歌唱 最後一次在2015年 而其他形式的大型演出 最少有五年的間隔 覺得與歌迷的互動 就是最大的支持 林詠彤傳暖上升級設計師 頻頻曬名牌原婦 去年憑TVB劇 《下樓上車軸》彈出的30歲 林詠彤 Bella 早年傳與她拍拖兩年的容天佑 因被Bella的媽媽研帽淺逃 租棒打鴛鴦 2019年她踏著家庭富裕的五庫橋 有指南方和陳家衛過重親密 最終二人在2020年分首收場 五庫橋去年閃取 富家千金梁少盈 Shirley 經歷億萬富馬 回復單身的林詠彤也不受寂寞 早前和升級設計師 何偉立 阿添 全緋問 更獲對方以六位素 要拍設計公司的宣傳片 近日她撿被指忽然富貴 頻頻在社交平台 更為大了名牌 一向於人家女孩形象的林詠彤 近日不時風騷 大了性感低胸的露腿照 更瘋狂了名牌手袋和服飾 繼早前揹7萬多的Chanel包包上廣州後 4月初的日本東京之旅 她拿完Seline包包 有什麼LV的化妝包 並帶著Chanel心形閃轉鏡鏈 而日前貼出的最新一輯街拍 她更是由頭到腳都是名牌 包括Seline Catmull Cucci的手袋和Dior的糧鞋 認真富貴 同星出身的林詠彤 成長度相當崎嶇 她自幼在葵涌葵方村長大 一歲時其身婦因為有婚愛情 而拋妻戲女 另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 更曾在街頭行黑9個月 維持新計 由於家庭環境惡劣 促使林詠彤很早就加入娛樂圈 第一部演出的劇集 就是亞視2003年劇集 《萬家燈火》 當年林詠彤和媽媽接受傳媒的訪問 Chanel媽媽當時說 我已經盡力挽救 常在家中煲湯等她 但她一意孤行搬出去住 我有沒辦法 當時生活彷徨 大女九歲 永童一歲 我很傷心 很失意 她一直沒給生活費 而當時年感十歲的林詠彤也相當生性 大病要努力賺錢 好好補答媽媽